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年四大变革 每月可多拿180美元 超级百万大奖奖金10.2亿美元 幸运号码大解密 下面我们进入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27日 美国CDC发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全美已经报告了4639例猴豆确诊病例 过去24小时内 美国确诊1048例病例 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多病例的国家 纽约 加利福尼亚和伊利诺伊 是全美报告猴豆病例最多的三个州 CDC27日宣布 从下个月开始把猴豆列为虚向当局通报的疾病 CDC主任瓦伦斯基日前指出 随着检测量增加 各地病例报告系统改进 以及病毒持续传播 美国的猴豆病例数还将继续增加 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奇26日说 猴豆对包括孕妇和儿童在内的群体构成严重风险 CDC确认 美国已经发现了两起儿童和一起孕妇感染猴豆病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教授李莫恩称 我们必须超前部署 李莫恩也是世卫猴豆专家委员会成员 他说 很明显我们需要这样做 但机会之窗正在关闭 据路透社报道 世卫27日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全球有78个国家出现了18000多起猴豆病例 多数在欧洲 目前病例每两周增加一倍 令人担忧疫情恐数月才会达到顶峰 澳大利亚首席医疗官凯利 当地时间7月28日宣布 猴豆疫情为国家重大传染病事件 这意味着澳洲政府可以对猴豆疫情爆发 做出紧急反应 截至到目前 澳洲共报告了44起猴豆病例 其中大多数是返回的国际旅客 世卫23日将猴豆疫情列为 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这是世卫组织最高级别的警报 世卫做出上述宣布后 需采取紧急行动 包括增加疫苗接种检测 对感染者进行隔离和追踪接触者 据NBC当地时间27日最新消息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已经要求美国国会部分资深议员 与其同行前往台湾 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 共和党籍议员迈克尔·麦考尔 以及佩洛西的亲密盟友 民主党众议员安娜·艾舒 已经表示无法同行 迈考尔27日告诉NBC 佩洛西邀请了一小部分美国国会议员 与其同行访台 其中包括他自己 与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籍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等 NBC说 迈考尔的说法是 首次有美方证件人士正式佩洛西将访台 不过迈考尔说他拒绝了佩洛西的邀请 原因是其个人职责与其访问行程相冲突 此外 民主党众议员安娜·艾舒27日也告诉NBC 佩洛西也邀请他同行 但是自己无法参加 报道还说 米克斯的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指评请求 迈考尔本身也是对华鹰派 2020年5月 他被选为美国众议院的中国工作组主席 有分析认为 以迈考尔为代表的共和党议员 在涉华问题上显得万分激进 需要用中国威胁的话题来强化他们本身的政治立位 本月27日 在美国大厦接受采访时 迈考尔也曾声称 任何想去的议员都应该去 如果此行会引发反弹 并使事态升级的话 佩洛西也应该关注军方的表态 NBC说 有关佩洛西可能访台的计划 不仅引发了国际媒体关注 还在佩洛西和美国总统拜登之间造成了罕见的党内分歧 中国官媒旗下的舒密院10号推算称 佩洛西若访台 中国将在东海上空派出殲-16甚至殲-20半飞并拦截 殲-16D电子战机负责压制支援 刊文还称 中国军方已经就佩洛西访台做了多种应对的分析 当中以解放军战机进行半飞拦截可能性最大 对佩洛西可能走哪条线 战机会在哪里拦 怎么拦 已经有评估 另据彭博社27日援引的最新消息显示 趁国会休会的空隙 佩洛西已经安排好了亚洲行 计划出访日本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官方行程上目前还没有台湾 知情人士称 马来西亚也可能是它的其中一站 佩洛西已经以安全为由拒绝讨论其行程 而华府现在仍未正式宣布它的计划外访 每年七八月份都是留学生们扎堆回留的季节 回国后 大多数留学生都会面临着找工作 选择落户城市等现实问题 就在本周 又有一个留学生们的首选落户城市 发布了最新的落户政策 留学生落户北京条件再度放宽 众所周知 北京户口并不好办 即便是留学生也需要满足在境外停留365天以上的条件 不过 鉴于很多留学生受疫情影响 全程在国内上网课 难以满足境外的停留条件 好在最近 政府对这个硬性条件适当放宽 之前 北京的落户要求包括 在国外获得硕士级以上学位 出国留学一年以上 毕业回国两年内 入境之日起计算提交落户申请 年龄在45周岁级以下 缴纳北京社保三个月以上 工作单位有户口指标且愿意提供指标 劳动合同有效期至少三个月以上 赴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就读的人员 同境外留学人员条件办理 现在 因为疫情影响 很多留学生在国外就读时间 无法满足365天的硬性条件 在2022年新版本的落户政策中 如果留学生疫情期间 在国内进行线上教学的话 这些时长同样可以累积计算 这意味着留学生即使在国外的时间 未满足365天 也可以申请落户北京 提供补充材料即可 早在2022年6月1日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一份红头文件 关于助力复工复产实施人才特殊支持举措的通知 也简化了海外留学生的落户政策 上海落户新政规定 在符合留学人员落户基本条件的基础上 毕业于世界排名前50院校的 取消社保缴纳基数和缴纳时间要求 全职来本市工作后即可直接申办落户 毕业于世界排名51到100名院校的 全职来本市工作 并缴纳社保满6个月后可申办落户 取消社保缴费基数要求 另外上海还通过开辟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 优化人才引进市场化评价标准 加大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支持力度等措施 吸引海外归国留学生落户 面对这些利好政策 留学生们有打算回国吗 据CNN报道 由于通货膨胀加剧 数百万领取社会保障的人 可能会在40年里经历最大的变化 从2023年开始 涉安金将有四大调整 例如生活成本调整 COLA可能增加10.5% 完全退休年龄提高 另外缴纳涉安税的薪资基线 退休民众领取福利门槛都有调整 据了解 到2023年 社会保障金领取者 残疾退伍军人和联邦退休人员 究竟会多领取多少钱 将于今年秋天公布 但无党派的倡导组织 老年人联盟最近估计 2023年COLA的比例 可能为10.5% 如果果真如此 这将是自1981年以来 社会保障金的最高增幅 远远超过2022年的5.9%的增幅 老年人联盟告诉CNN 退休人员平均每月能收到1688美元 如果2023年能收到10.5%的COLA 就能增加约175美元的收入 该组织的估计是基于6月份 城市工薪阶层和文职人员的消费价格指数 该指数在过去12个月里 物价上涨了9.8% 晋泽联邦预算委员会估计 如果当前的通胀趋势继续下去 2023年的COLA调整可能高达11.4% 如果通胀保持在6月份的水平 COLA将是9% 另外涉安税将跟着薪资基线涨 到2022年被称为基本工资上限的 最高征税收入为14.7万美元 但这一上限于全国平均工资指数挂钩 预计明年将升至15.51万美元 工资基线限制与全国平均工资指数联动 2023年社保COLA的增加 也意味着社保福利所需缴纳的税收将增加 最近的报告显示 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人在计划退休 部分原因是社会保障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 现在影响到退休年龄的工人 对于明年将戒满66岁的民众来说 要比今年戒满66岁的同计 多等两个月才能领取全额的涉安金 同时 退休民众领取涉安金时 如果仍有薪水过高的工作 必须暂缓领取福利 这项规定只适用于尚未戒满 完全退休年龄的有工作民众 退休民众还领福利的门槛定期调整 通胀高涨 工资大幅增加 使得老年人明年收入有望随之增加 已退休和即将退休的民众 必须了解这些异动 好为2023年的退休计划做好准备 7月26日 美国第四大彩票 全国超级百万大奖 在周二晚上没有开出8.3亿美元的终极投奖 于是奖池的巨额投奖继续累积 激增至了10.2亿美元 这也是美国彩票历史上的第四大奖 据美联社报道 本次中奖号码是0729606366 超级号码是15 投奖之所以变得如此巨大 是因为自4月15日以来 还没有人买到最终的6个中奖号码 这种情况已经连续出现了29次 最终大赢家至今还未出现 而赢得投奖的几率是3.025亿分之一 彩票每注共有6个号码组成 先从1到70之间选5个主要号码 再加上1到25之间的大彩球号码 根据2022年已经开出的5800万张中奖彩票 出现最多的中奖数字包括 白球最幸运的号码是 7出现了10次 11出现9次 3 20 22 38 40 64出现7次 10 23 35 49 67出现一次 26 30 37 51 54 65 68出现两次 金球号码24出现7次 17 25出现4次 6 14 19 23出现一次 7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焦点新闻的内容 我们的朋友可以订阅纽约焦点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下期节目 10 23 再期节目 20 23